好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暑期系列报道 严学新观察 在今年暑期 不少国家重点工程张开怀抱 迎接EPP前来严学的孩子们 我们现在就跟随孩子们一起穿越秦岭 探索大国工程背后的奥秘 一定要转时间我 放心吧 一定要看着时间 和乐其同行的 还有其他15名来自西安的学生 在前往陕西佛平的高铁车厢里 孩子们的严学课已经开始了 严学之前老师说 让我们多了解一些 你们好奇吗 好奇 那个海拔比秦岭的海拔要进 那它为什么可以直接通水呢 看家里的西安可能很远 我一直在疑惑 它是怎么把水运到西安去的 我很疑惑 它从秦岭家上面打隧道 把水运过去 它是怎么打通的呢 带着对银汉继位工程的好奇和疑问 孩子们在高铁列车上穿越秦岭山脉 一路向南 在陕西 绵延的秦岭分割了陕南与关中 省内七成以上的水资源留在了陕南 而汉江水同样需要穿越秦岭 才能抵达北部的关中地区 解决陕西省内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难题 上午8点 水源地佛平和寿水地西安的孩子 在火车站前集合 未来两天 他们将一同探究 隐汉继位工程的奥秘 什么是隐汉继位工程呢 汉江是长江的最大的一个支流 渭河是黄河的一大支流 现在汉江的水 从我们的黄金峡 还有三河口水库出发 穿越我们98公里多的情理隧道 进入渭河流到西安 前两天呢 我们长江和黄河已经握手了 今年7月 隐汉继位工程正式向西安供水 长江和黄河因工程相聚 乐琪也因为这次沿学 结识了新朋友 跟四不相识的同学一起交朋友 我也很自豪 家乡的水养活了西安小朋友 他们是直接的受益者 更深刻的证实到这个保护生态的重要性 以后对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行为 也是一个很好的引导 除了工程本身带来的震撼 无人机取水 胃儿观影 鱼类投胃等体验环节 让孩子们在沿学旅途中 多了份参与感 这个操间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总鱼培育操间 这里面这个鱼的话 它是从我们从鱼卵里面孵化出来 就是说三个行米到四个行米的时候 就在我们车间里面来进行一个培育了 十几年来 为了减少水利工程建设 对汉江鱼类的影响 工程同步修建了四十多个鱼类休息室 供汉江小鱼在这里歇脚 孩子们体验投胃小鱼 听着科普知识 久久舍不得离开 哪个你最喜欢啊 喂鱼 孩子们一个个都挺激动的 包括很小的孩子 他都会有这样的意识 不光是说来欣赏这些美景 更多的呢 会有一些实践之后的收获 如今 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 正张开怀抱拥抱少年 一场沿学旅行 一个行走的课堂 孩子们用脚步丈量土地 用实践刷新对未知世界的认识 这次我认识了引汉继位工程 在那里 我看到了巍峨高大的秦岭山 也望到了清可见底的汉江水 终于 我们长安人也能喝到甘甜的汉江水了